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有關於香港的疫情 特別政府越來越緊張 一緊張就做到瘋了 因為這個 有史以來錄得最高的確診個案超過600宗 初步確診的也是超過600宗 於是那些什麼遺風啊 強制檢測啊 區區都有 遍地開花 跟我的預言幾乎100% 準確 實現了就是這樣 我的口就是這樣 但也不是說我有什麼水晶球 都是按這個邏輯去推斷 Omicron的傳染那麼強 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 一定是會出現類似的情況 每區區都會存在 而且這種強制檢測 我自己看得到可能會 就是交叉感染的 機會是非常之大 因為你看得到 不少地方都打了蛇餅 排五六個小時 這個傷殘腦藥都要這樣排 對於香港市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折騰 撐不住 我們看得到 譬如美田村 沙田的美田村 本來就預計今早10點就可以解封 突然間就要延長 那些人就吵了 那些人就吵了 預了上班的 大哥 香港人 經常說香港人最喜歡上班 香港人不只是喜歡上班 賺錢 賺錢要交租 或者有些人要供樓 有些人要給家用 有些人是日薪的 餐餐餐食 餐餐清 你叫他們沒有徽薇日工 就 損失了那些錢 誰給他 罵 不要吵 我要上班 幾點解封 情緒激動 要求上班 就說工作人員 三百九十 十元一小時 我一天都沒有 一天都沒有三百九十元 你們守住門口 三百九十元一小時 美警留的居民有著大堂 警員未收到解封的通知 要多名工作人員守住大門 然後 喊表達不滿 有些居民說 我的貓有狗要養 我餓死他們 餐飯都沒有吃過 餓死他們怎麼辦 我要上班 這種情況 我覺得 一定會出現 一定會發生 因為這種 遺風的方式 我覺得既不人道 又沒有效 你想想 葵聰邨 遺風了超過 本來五天到七天 有沒有壓止住病毒全部 沒有 一點也沒有 而 確診的人數越來越高 這種遺風的方式是解決不了問題 除非全香港遺風 全部大家不讓外出 有機會 在短時間內 壓下來 然後全面封關 不讓出不讓入 變成一個孤島 就可以解決病毒的傳播問題 香港能否做到 香港外向營的城市 在國際金融中心當然做不到 大陸能否做到 大陸是某些二三四線的城市 一線的城市都很難做 你不要說外省事來 可以禁止 你說不讓你進來 外國的貨物 完全解決不了問題 這個遺風遺堵的方法 是注定失敗 這個不能說 注定失敗 還有一件事我覺得很離譜 發生什麼事 有人確診 說自己不舒服 收到 初步確診的通知 有發燒有頭暈 打電話給衛生署 打電話給衛生署 一直沒有消息 後來衛生署打999 救傷車 職員打電話叫救傷車 因為他自己是初步確診 2月1日開始發病 之後發高燒有頭暈 有重流的感覺 於是去私家醫院求診 驗後 2月6日發現自己初步確診 當時已經是凌晨時份 他收拾所有東西 打算叫衛生署安排入院 過了一天 沒有通知 他害怕兒子和同事兒子有事 於是再打電話給衛生署 兩次 衛生署的職員說你打狗狗狗 好了打狗狗狗 救護車來了 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 這就是香港 目前 病人的處境 怎樣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 在急診室外面 因為現在人們初步確診都湧到急診室 政府官員叫他不要去急診室 留在家等 等了兩天 於是就去急診室 去分流 在哪裏分流 不是在急診室外面 坐紅色帳篷 坐在這裡等分流 再做檢測 一直都沒有安排入院 在帳篷裏面 沒有床 只有兩張椅 結果以為坐一會 最後坐了一晚 都沒有人理 你坐在香港那裏 你知道現在香港動了很多 當然不及英國那麼動 但英國 在室內完全沒有問題 有暖氣 在香港是沒有暖氣這回事 何況是一個薄薄的帳篷 於是在那裏坐 保暖設施不夠 於是睡不到 睡一會就凍醒 不只是這個被訪者 Sandy 還有二十多人在戶外等候入院 有些婆婆有些小朋友 在那裏等 有些 是沒有帳篷的 只有一個屏風 Omicron 如果你打了針也是輕症 但在室外冷得那麼緊要 冷了那麼長的時間 輕症也變成重症 令到自己的病床 病情會增加 Sandy說 過了兩天之後 似乎都好一點 我相信她不是很嚴重 誰知吹了兩天風 更加嚴重了 又有頭暈 沒有人 你想想 因為 坐了兩天 搞不定 自己回家 她說我不會再回去吹風 所以人們不禁要問 你驗泥做什麼 驗完之後 確診去急症室 根本沒有醫生可以處理 連坐在裡面也不容許要坐在外面 因為人太多 你驗泥做什麼我想知道 完全處理不了 醫管局怎樣回應 威怨怎樣回應 太多確診 負額病房不足夠 所以病人要在 帳篷在外面的帳篷等候入院 24小時只有醫護人員來度一次血壓 本來就4小時 根本就不夠醫護人員人太多 所以就是這樣 你聽完之後你會覺得 是不是 拿來壞拿來做 你叫人 你現在 我覺得你要一條龍 你要那麼多人驗 我的網友都問 我的觀眾都問這個問題 驗了之後確診你能夠不夠能力去處理 很明顯就不夠能力去處理 你要別人去入院 那就不夠能力去處理 是不是 然後 因為omicon 陳超之說 因為omicon 幾何急速上升 所以會積極考慮 會加緊社交距離的措施 加緊這個驗 做完之後又如何 做完之後是德國吉 然後 這個 醫管局 醫管局說真的不夠病床 如果是輕症那些 就考慮進去捉高灣 再輕一點那些可能根本就不用進來 就去家居自己自我檢疫就算了 很明顯 驗就大規模驗 封樓封區封村大規模驗 驗完之後跟著怎樣 沒有任何的想法沒有任何的配套 措施 你這麼緊張 你這麼緊張你會有配套措施 西方的做法是怎樣 一車 就車去很遠的地方 是不是 混在酒店裏面 全部自生自滅在那裏 自己互相傳染就算了 香港做不到這件事 我聽完之後你覺得 你搞來做什麼呢 這個omicon 這個變種病毒 在西方世界已經證實了 打了針之後就是輕症 你 現在在香港這個情況 都是輕症 你說有兩個是危殆 現在就說有兩個是危殆 一個都是上年紀的 一個七十幾一個八十幾 可能不是omicon 是delta delta還有 可能是這樣 但是 如果你今天這個做法 是 如果你能夠檢驗 你大規模檢驗 如果你真的有配套措施 有無限量的病床 可以讓病人入住 無論你輕症 重症 需要不需要入YCU 呼吸機 還要是毫無症狀 你都可以讓病人入住去處理 不需要別人 堆去急症室 在外面吹兩天 不病也吹到病 你根本完全沒有配套措施 你做這件事做甚麼 我經常說沒有那麼大的頭 你為甚麼要戴那麼大頂帽 現在仍然在打蛇餅 去交叉感染 腦弱傷殘也要這樣排 我完全想不到 但他們正在想甚麼 為甚麼要這樣做 但我看了人民日報一篇文章 我完全明白 香港跟大陸 已經一莫熟 我很早前已經 做了一條片說這件事 現在大陸 人民日報 清清楚楚 告訴大家 你不做也不行 我先講 國家衛健委的專家組組長 梁萬年 對香港疫情指手劃腳 接受 鳳凰衛視訪問 提出建議 對香港疫情提出建議 香港當務之急擴大核酸檢測範圍 更早更快找到傳染源頭 利用大數據有效遭中密切的接觸者 大陸那一套100% 他就說 香港現在很多來源不明的個案 意味著社區傳播 建議當局有效運用核酸檢測工具 給民眾配合篩檢 如果不清楚範圍 依照經驗 寧願將範圍擴大一聲 追求的目標 是未來新增的病例都屬於視野當中的人群 要追蹤到 要追蹤到 大陸你自己可不可以追蹤得了 這位梁萬年這個大陸的專家組 香港人口密度大 社區全部可能性很高 作為國際大都市 開放程度高外防輸入壓力比較大 是否具備和內地一樣條件追求動態精靈 如果不追求動態精靈 選擇與病毒共存的後果是怎樣 他說 中國的防疫已經證明動態精靈是符合實際 至少現階現成這樣 他認為動態精靈對香港是適用 在香港的層次來說動態精靈 是怎樣去更好平衡社會經濟發展生活 生產生活和疫情防控的關係 是涉及科學和民生的問題 大陸的黨官就是這樣 香港的官員或專家 實際的起碼 你不要說高大空的事情 如何平衡社會的發展 如何平衡 美田村美景樓 你突然說 延長 封樓期 如何平衡民生 如何做 目的是什麼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 相信和大陸 恢復正常人員和交通往來 對此 他覺得 不會太遙遠 現在香港慘的地方就是這樣 唯一追求的目標 就是和大陸所謂的正常往來 這也是海市神偶 是追求不了的 因為大陸自己有爆 香港現在 我覺得 官員不成功 已經是全面失控 你不和病毒共存 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出路 當你失控的時候 你是區區爆發的時候 大陸就說對不起 你不可以和我正常交往 所以 說這個正常交往的目標 我想一年內都解決不了 兩年都解決不了 但是你要逼住這樣做 是沒有辦法抗拒 你看《人民日報》是怎麼說的 《人民日報》 一篇很長的文章 文章是講到明 講香港的 連續兩天發表評論 香港需要堅持動態清零的抗疫方向 批評與病毒共存的說法 實行與病毒共存 就黃倫與內地實施免檢自由通關 評論文章是這麼說的 香港當務之急 是要 統一思想 一用這個字 統一思想 這是大陸經常用的用語 在歷史的政治運動當下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見 他要統一思想 為什麼思想要統一 為什麼不可以有不同的意見 不可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統一思想要堅持動態清零的防疫方向 聘氣雜音 盡快恢復正常生活 現在很多專家都提出來了 例如以前依供供行政總長 也是政府官員來的 在之前梁柏妍都說 是不是 要 這個 將來發展的方向 需要與病毒共存 這些人不可以說話 文章說所謂與病毒共存的聲音得到一些附和 動態清零 遭受到這個誤解甚至歪曲 動態清零是什麼 是常態化底下的疫情防控的狀態底下 能夠儘快識別感染發生然後快速進行處理有效管控和救治 撤斷傳播鏈 作為中國防控政策的總方針動態清零不等於零感染快速發言快速處理 精準管控和有效救治是基本原則 快速發言快速處理精準管控 現在精不精準 成程扭封了 不讓人出不讓人入 不讓人上班是不是叫精準 你有沒有能力去處理 後勤的東西 垃圾的問題 食飯的問題 上班的問題你沒有 你做不到 你堅持這件事 搞到人家 雞毛鴨血 又不是報你這些黨報 他說目前動態清零是 防疫抗疫保護市民衛生安全最有效的 香港疫苗接種率不夠高 老年人接種率低 放棄清零 給社會經濟市民生命健康帶來的代價難以承受 所謂與病毒共存 不僅現階段 言之上早 科學上也不能給出這個結論 也將嚴重考驗香港疫苗系統的承受能力 更旺論和來地實施 免檢自由通關 民說大陸的疫苗接種率非常高 達到八九成 如果達到八九成 應該可以與病毒共存 為何要堅持動態清零 大家心知肚明 那篇是六號的文章 這篇是七號 說動態清零符合香港社會實際情況和科學選擇 有人歪曲動態清零的含義 質疑特區政府的防疫 舉措 不負責任提出 這樣提出香港應該放棄動態清零 實行所謂與病毒共存的 躺平策略 如任由錯誤論調 帶行其道混淆 是正動遙香港 全社會的抗疫信心 影響抗疫的成效 香港社會堅定 應該堅定動態清零的意志和信心 全力支持配合特區政府 完善動態清零的相關 策略舉措 做到科學精準施政 盡快切斷傳播鏈 撲滅本輪疫情 香港可以借鑑內地的有益經驗 精準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精準劃定密切接觸者 精準劃定風險地區 精準進行醫療救治 精準實施 社區管控 那麼多的精準 人民日報 黨媒來的 但是政府 怎敢不聽 不聽會殺頭的人逃落地 會沒得撈的 烏沙不保 各位香港市民 親愛的香港市民 大家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這種動態清零的 風區風樓的措施 還有一段時間 你會覺得 前兩天仍然是300多宗 現在要跳到600多宗 幾何級數上升 你會覺得 是容易撲滅這一輪嗎 這一輪和Delta和以前的 Omicron 傳播率快得不得了 是否這麼容易撲滅 大家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隨時封到你家樓 那我現在就 很多 在香港 無論你是要上班的 現在不用上學 又或者是一些老人家 我都說過 一封的時候 就很嚴重 有很多需要被照顧的老人家 有很多需要 去覆診去拿藥的長期病患的老人家 如何解決他們這個問題 在全世界都向 與病毒共存 歐洲 英國包括澳洲 宣佈全面解封 這是世衛認可的 世衛前兩天 歐洲已經是 英國 是End Game 抗疫的措施已經結束了 不需要再加強的時候 香港 就朝著歐洲放寬的 反其道而行的方向 當全世界放寬的時候 全世界都和病毒共存的時候 全世界都可以給 人員自由往來 經濟可以發展的時候 獨自在香港 中國大陸 停留在 不要擋平 要統一思想 不要被這些 雜音影響 這個階段 大家會覺得 是否生活在 一個什麼狀態下 在火星地球 或是平衡時空 我在英國的感覺 我看香港的新聞 天堂和地獄的分別 你看得到 個案越來越少 死亡人數越來越少 待會回來 講講 歐美澳洲的情況 待會見 多謝你們收看 支持我的Patreon 支持我的深藉口法網站 再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